西西望基金會清涵獎助學金開始申請囉 凡就讀高中職以上至大專業校的學生 家庭經濟有需要者 在校學院曾經平均75分以上 草寢80分以上皆可以申請 截止日為9月25日 詳情請洽聯合會台或西西望基金會 銀髮族的養生之道是什麼呢 賀林中心特別邀請到 趙如老人安養護中心的蔡瑩主任 來到當中與我們分享喔 歡迎您邀請左林右舍 親朋好友一起來參加 弟兄姊妹 歡迎收看卓越一家人 有一群人 他們拿著相機在會堂內穿梭 按下去的快門只有一秒 但卻透過鏡頭 傳遞一份永恆的感動 這群人是教會的平面攝影團隊 今天讓我們來聽聽他們的故事 我們做的是平面的攝影 那當然跟一般的這種動態的攝影是不一樣的 服飾其實會有很多不同的需求 所以我們要對這些我們服飾的內容 我們必須要先了解 聚會開始之前 我們必須要提早到 我們去看整個流程是怎麼走 先有個想法 先構思個想法 這跟一般我們假如說到外面去 這邊拍一下拍一下 那完全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要做很多前置作業 因為我覺得我們要給上帝的呈現是最好的 服飾不只是在你當下服飾的時候付出 而是你平常的時候要去多花一些時間 在你的專業的服飾上面 當你去滿足這他國度裡面的護照的時候 上帝也會幫助你 我們希望照片之中能夠穿搭 這個聚會中的感動 一個大家對信仰上面 可能有更深層的體驗 其實我們團隊做的其實就是用相片 來見證主的榮耀 服飾它會用不同的方式來呈現 只要能夠讓上帝喜悅 那我們是希望藉由紀錄相片 能夠呈現人跟神之間的一個互動 服飾的當下我們要很有敏銳 不能影響到其他的服飾的崗位的人 那我們可能也要注意整場的氛圍 自己要一個敏銳的心 然後跟上帝要有一個很好的關係 從中間我看到了不只教會的一個復興 教會的一個茁壯 我也看到每一個人的成長 當人去重新看到這些照片 他會回想到當初的感動 尤其就會給他一些鼓勵 給他一些激勵 服飾是一輩子的事情 其實我們平常在做奉獻的時候 我們只奉獻財物 財能方面你也要拿出來奉獻 服飾的美好在於是 只要我們願意擺上花時間 其實都可以加入在服飾當中 服飾其實是喜樂的 服飾其實不是一個付出 其實它是一個滿滿的收穫 我們是把這一切的榮耀都獻上給他 讓我們的服飾是彰顯神的榮耀 謝謝平面攝影團隊透過畫面 讓許多人參與在教會的美好中 卓越一家人 我們下週見 好書推薦 第56號教室的奇蹟 無論您是老師或家長 相信都可以從本書當中 獲得幫助孩子樂在學習的秘訣 安心養 聰明教父母沒煩惱 26個最貼近生活的育兒難題 都可以從這本書中找到答案喔 以上好書 歡迎至美和書房購買